面拐拜登 習近平探紅色狗子 藏政治信號 叛國 美最高將領竟偷致電中共軍方內幕曝光 新任中共大使被禁止進入英國議會大廈 美中院將審國防授權法 台灣有望參與環泰軍演 力撐台灣改名 美議員說AIT處長逆英升格 壓力下香港籌權組織石牆花宣布解散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5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習近平9月13日延伸陝西省榆林市 新華社稱它考察的內容包括 循環經濟煤炭綜合利用 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 楊家溝紅色狗子保護與利用等 可以說是包羅萬有 集亂無章 不過觀察人士認為 習近平此行其實暗藏明確目的 探訪楊家溝毛澤東舊居 才是他的重點 新華社配發的其中一張上片中顯示 習近平站在楊家溝紀念館 毛澤東雕像前 向陪同官員講話 強調更續紅色血脈 時評人陳破空認為 習近平發出的信號是 作為紅二代、太子黨 他本人屬於紅色血脈 有理由在中共二十大連任 另一時評人江深節 就在直播節目中說 習近平到榆林考察的目的之一 和一段歷史有關 毛澤東率中共中央 在1947年離開延安到榆林楊家溝居住辦公 這是楊家溝紅色舊紙的由來 江深節說 1947年 剛剛就是毛澤東運氣最好的一年 這一年過共內戰、戰局逆轉 共產黨首次轉躍為強 江深節認為 這就是習近平到榆榆林的目的 在中共二十大內憂外患時 讓自己也沾一沾毛澤東當年的好運氣 央視9月14日突發報導 介紹楊家溝在中共歷史上的特殊地位 就是在楊家溝的十二月會議上 毛澤東確定對國民黨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 吹響了號角 四個月後 毛率中共中央離開陝西進据華北 楊家溝成為中共走向全國的標誌節點 央善這篇報導的標題 就引用了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所說的 儲光就在前面 我們應當努力 央視為習近平楊家溝之行配發的報導 反而曝光習意識到目前局勢不妙 這個既包括國際環境 亦有國內政治經濟局勢 暗夜中他急需一個轉折點 或者可以說他希望如毛澤東當年那樣 為中共及自己吹響另一陣反攻號角 就在9月14日 英國《金融時報》透露 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 與習近平通話時建議舉行面對面峰會 但被習近平拒絕了 該部引述多名聽取當日通話簡報的人士說 習近平沒有接受拜登的提議 而是暗示雙方應該先改善兩國關係的基調和氣氛 這一消息再度令觀察人士批評 拜登對中共立場的軟弱 同時也引起有關習近平 為何不願意出訪的討論 擔心二十大前後方生亂 被認為是最可能的解釋 結合前述到訪余南的報導來看 習近平一邊堅決拒絕出訪 一邊探訪毛澤東舊居 強調紅色血脈 他似乎對中共政局及自己的連任 充滿危機感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 共同讚寫的新書 五個大樓最高軍事將領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 曾在川普任期最後幾個星期 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聯參謀長李作成上將 保證不會向中方開戰 《華盛頓》9月14日報導 新書《危險! Peril》下星期即將出版 書中引述大量人證透露 米利在2020年10月30日 也在美國大選前4天致電李作成 因為米利審查情報後發現 由於當時美軍兩支航母艦隊 在南海進行聯合演習 加上川普對中共的言辭越來越嚴厲 北京認為美國可能發動攻擊 米利在電話中表示 李將軍我想向你保證 美國政府很穩定 一切都會沒事 我們不會對你們發動攻擊 或任何動能作戰 米利還強調 李將軍 你我認識五年了 如果我們要攻擊 我會及早通知你 不會出其不意 在今年1月8日 即是國會大廈事件兩天後 米利再次致電李作成 以平息中共對美國政局的擔憂 米利再說 一切都很好 只是民主有時很混亂 據這本新書 米利還致電美國印太司令部將領 建議將軍事演習延遲 並要求多名高官向他發誓 如果川普下令發射核彈 不會立即服從 而是要先確保米利本人也參與了決定 米利還請求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 哈斯·佩爾 及美國網絡司令部負責人 納卡索欣 嚴密監視川普的行為舉止 新書內容曝光後 川普9月14日接受 Newsmax訪問時 回應說 他認為米利共軍 承諾會就攻擊作出預警 而且當時也沒有必要進行這種通話 川普說 我完全沒有想過攻擊中國 美國國會參議員 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 9月14日自信 拜登總統 公開呼籲 納卡將米利格職 盧比奧寫道 知心將領將美國機密軍事行動對外洩漏 他的危險不需要我講明 這樣的顛覆行動 亦會破壞總統與外國談判的能力 美國罷工發言人 雙皮爺被問及相關問題 認為應該由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與國防部回應 他拒絕評論 米利辦公室拒絕對上述報道評論 中共駐英大使鄭澤光 原本仍邀導下院參加一次由 跨黨派中國小組組織的招待會 但英國議會9月14日表明 在中共解除對多名英國議員的制裁之前 不歡迎他進入議會大廈 今年3月 英國多名議員 因為批評北京的香港新疆人權迫害 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單 在英國議會中國小組不顧雙邊緊張關係 仍邀請鄭澤光參加下跪招待會後 被制裁的5名下院議員 及2名上院議員 分別自信兩院議長 抗議指 中共對英國議員所實施的制裁 不僅是針對他們本人的 而是針對整個英國議會和所有議員 議會委員會和議會 因此他們不希望看到英國議會 成為默認甚至認可這種制裁的地方 此後 英國下院議長和上院議長 雙雙作出禁止中共大使進入議會大廈的裁決 被中共列為制裁對象的巴基斯坦裔議員 加尼對BBC說 制裁英國議員 是對我國議會和民主的直接威脅 其他議員通過推特表態指 如果中共認為可以通過制裁 來讓英國議員收聲 這樣就要承擔後果 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這月初表決通過 《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預計下星期輪到眾議院對法案進行討論和表決 法案建議美國國防部邀請台灣參加 《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 法案中與台灣相關條文主要列在第1243、1247與1248條 中央社報導 第1248條提出 台灣海軍應當被邀請參與 《2022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環太平洋軍演》由美軍主導 每兩年舉行一次 是全球最大的國際海上軍事演習 第1243條要求美國國防部長 最遲在2022年2月15日前 必須向國會商認委員會提交 《關於加強美國國民警衛隊》 與台灣合作的可行性與適當性報告 第1247條 即是關於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條文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石 國會在法案中提出意見 呼籲美方與台灣進行實地訓練與軍事演習 確保包括國防官員在內的美台官員 在戰略、政策與職能層級的交流 特別是強化國防規劃合作 提高美台軍事力量的可操作性 與加強台灣後備力量等 參議院版的《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已經在7月底在參院軍委會表決通過 由於參眾兩院通過版本不同 法案在經過參眾兩院表決通過後 還須在經過兩院協商最後版本 並重申各自表決通過 先會送交總統簽署後生效 在結束與美國的特別通道 保密會談後 台灣外交部長 吳超薛與國安會秘書長 顧立鴻 9月13日返台 諸美台北代表處 更名為《台灣的進展》 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不過 吳超薛 顧立鴻 以及美國載台協會署長 孫曉雅 在抵達台灣時 並未回應媒體的相關詢問 甚至沒有透露這次特別通道對話的內容 在拜登和習近平通電話第二天 英國《金融時報》透露 美國政府正研究 讓諸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中共官媒隨後放話威脅稱 如果改名成真 很可能會召回駐美大使 美國眾議院國會台灣連線 共同主席夏波 9月14日表示 反正做什麼北京都會不爽 他不僅支持駐美代表處改名 還進一步呼籲美國在台協會 處長易英昇格 被稱為代表 而且任命程序應該給大使提名 必須和特參議院同意 夏波說 即使是雞毛酸屁的小事 北京都會爆炸 而且不僅將怒氣發在台灣身上 也發在美國身上 因此外界才會看到NBA 多根美企和電影產業向中共透透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目前不點名批評稱 一些組織協助 在籌人士建立特權 三波危害國家安全的種子 幾天後 關注籌權的民間組織 石牆花宣布解散 石牆花創辦人趙家樽 9月1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解散是全體員工商議後的決定 被問解散是否因為政治壓力 他表示不多說 大家心理有數 石牆花共協助百多名在籌人士 被問到會否擔心解散後 在籌人士會失去支援 趙家樽忍不住落淚 與失良久後先艱難地說 我回答不了 石牆花成立初衷 是為因社運被捕或還押人士提供各種支援 包括物資支援、情緒支援、配對不友計劃 以及福利申請等 成立只是短短9個月 即告解散 趙家樽慨談 當初想做的只是 夏天給一杯冷水 冬天給一杯暖水給他們喝 一個很卑微的工作 一個人道的工作 很可惜今天連這個工作都做不到 曾受助於石牆花的獨立社工劉家棟 在反送中期間被以阻差辦公為名 籌禁8個月 他指出石牆花免費向再籌者提供物資 可減輕再籌人士的家庭負擔 而且通過他的配對不友計劃收到的信件 也是自己在獄中堅持下去的動力 他擔心石牆花解散後 倡議籌權的工作將會難上艱難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